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這個函數取絕對值的時候是連續的話 那麼能不能保證說這個函數他一定連續 不一定 那我們就舉個反例 比如說fx是這個函數 這個叫做負1 小於負1的時候他值是0 大於負1到0之間的話 他是這樣的一條直線 如果大於0的時候呢 他是1 那我把取絕對值以後 這一段的話就翻上來 就變成這一段 這一段就變成這一段 然後就補上去 所以函數如果是這個的話 那麼他絕對值就是這個 那絕對是連續的嘛 但他本來的函數呢 並不連續 在這裡斷掉了 所以這個不一定 並沒有保證